接下來的11月 香港的足球坦將會有另一件盛事 就是世界杯八強分子巴拉圭 將會正式仿港 挑戰我們香港的代表隊 這場比賽將會緊張激烈 為甚麼呢? 因為巴拉圭將會派出 世界杯的正選陣容對戰 在記者會上 竹總表示 今次國際友誼賽 香港隊將會派出精英陣容應戰 今次賽事更加列入為 世界足協的A級賽事 同時亦都是世界排名的計分賽 參與更多國際賽事 將會是未來的發展策略 我們現在香港隊 尤其那些A隊要打多些賽事 以前我們打得少 如果我們在國際賽比打多些 對我們的排名和技術提升 都很大的幫助 今次實在我們在 不要計算這場比賽之前 我們已經開始集訓了很多 每個星期都有集訓 打巴拉圭是派我們最強的陣容出的 應該 竹總國際事務總監郭嘉明表示 今次賽事對香港的世界排名 有直接影響 首二十七號是一個國際比賽 球會一定要放人給國家隊 所以今次巴拉圭 就會有很大機會 全數世界杯球員都會來香港 如果能夠去香港 贏了 他現在排名很高 我們覺得他分數會比較多 所以跟前些球隊打 是會優勝一些 就算輸給他 我們都不介意 但都可以學習到 但如果跟同級賽事排名的球隊打 你的分數會比較少 巴拉圭國家隊也承諾 將會派遣他們的最強陣容 即是世界杯八強時後的 一些正選球員來參賽 而香港隊將會在主場 觀眾支持之下 面對著這隊強敵 如果大家想入場 看看精彩的賽事 記住留意11月17日的這場比賽